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后面就我的想法就是学这个小提琴 然后我夫妻就给我逗了一把小提琴用夹合板 在我当初学小提琴的时候 在我们立坚学小提琴 合作拉小提琴 料料无减 所以我自学一直都自学到现在 我以前练琴正在昏天黑地 当时拿到了我们云南艺术学院的录取通知书 然后我就很高兴把这个录取通知书拿给我父母亲 但是父母亲当时经济比较穷 他们的面前我把那个录取通知书死了 我不去读了 到了86年我想培养一些小孩 其实我的小提琴技术不怎么完善 还有毛病太多了 但是我在教学的当中 我知道哪个地方不知道要怎么样练 教了一本多个学生 有几个学生考上了艺术学院 教小提琴是应用的 职业嘛 水凌场里面打工人 然后就看出租车 我的病是亲战按了指教三个指教 我觉得只要我身体健康 只要能教得下去 立刻睡起教的我都教 小提琴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是我的第二生命 我希望培养出一个 纳西厨的真正的小提琴技术 可以啊 你开学以后也要好好去联系 好 联系这个琴 好 读书不能控制 一个人在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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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